這一個是歷年欠到折欠圖 先統計104到112的結果 畫個圖 這個是第二個 不過第二張比例圖的地方 其實你可以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一般會把你想要凸顯的那一區 把它 那個有個專用術語就是炸開 有沒有 炸開喔 你說炸開的話很恐怖 又不是BB Call 虽然沒反應 因為前天的消息新聞 那個其實這個所謂的炸開類似像這樣 我先做這個 一先點這個整個比例圖 二的話就針對你要把它炸開的中山區 因為它最多 按住再點第二下 所以第一下跟第二下 第一下是選全部 第二下是選個別 第三就是再把它按住不要放往外推 OK 這個叫炸開 不過你說為什麼叫炸開 其實這個是翻譯的 因為它的英文的名稱就是 就是炸開的意思 可是問題這樣好像直接翻好像又不太能夠理解 不然這要怎麼講 叫分裂嗎 它不是禿 它不是禿 它是獨立 它是獨立 它是分裂 反正就知道那個意思就好了 如果你要再核回去的話 你就按住不要把它放回去 英文翻譯 英文的意思就是炸開的意思 所以乾脆我們就 所以以後你看到什麼什麼 這個比例圖炸開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哪一塊給往外推的意思 所以我做的是一個 其實就是1點全部 2再點其中一下 3再往外推 它就會推出來了 大概是這樣 只是說這個效果 如果用VBI寫可不可以寫出來 我想應該寫得出來 只是說它要怎麼敘述 我想你們就可以自己延伸再去 把這個功能給做出來 第三就是這個資料圖 第四就是原來的資料 所以我們目前呢 有四張工作表 那接下來我們就按部就班 分別完成我們後面想要做的事情 那後面的部分呢 就會需要寫一點程式了 所以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往上推到 我們的第一頁 其實就分別就是要做出 應該是有幾個按鈕呢 總共有五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就是 住宅切到的資料下載 因為我們原來的資料是怎麼來的 我們原來好像是 直接去找到上面這個有個網址 對不對 到這個網址的地方 把它下載下來打開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那可是如果每一次 我都下載打開來的話 那問題是因為它的資料會更新 那如果你更新之後 你又下載新的你打開 那怎麼辦 除非你把它複製貼過去嘛 不然的話 像我們現在不是有一個這個資料 那它的比數 卡住應該是不知道有沒有更新 3868對不對 那如果它的資料有沒有更新 它上架是 9月20 這個是上假日期,已經4年多了 那更新,可能它裡面也沒更新 9月6號 但是如果有更新的話 我們勢必就是變成要再下載CSV 打開之後再把資料複製貼過去 可是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這樣做 我直接希望一件事 就是先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先全選起來刪除掉 ok 然後把它從網路上抓下來 可是抓下來會需要還要做幾件事 所以待會有點複雜 一就是下載 二再分別增加什麼 年還有這個公式 這個區這個公式 變成說你還要增加3 所以待會的話 這個怎麼做 所以難就難在這裡 但是其實以前要做的話很麻煩 不過現在我是覺得稍微簡單一點點 首先第一個 你需要知道它放在網路的哪個位置 有沒有發現 在下載的旁邊有個檢視資料 會告訴你說它的網址就是這一串 OK 那我們根據這個網址 把資料下載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複製 OK 所以 以後如果假設你的資料是CSV 網址也知道的話 可是問題程式怎麼寫呢? 所以我需要寫一個VBA的SARB程式 這個敘述的話 如果你不太知道的話 我其實這邊有寫了一個 給各位參考的範本 因為這個真的有點難度 那我寫出來的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在底下這裡 這個是之前的 這個下方有沒有 下載在這裡 這個是在雲端白板的第18億的地方 這前面有蠻多敘述 你們自己看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Q有沒有 請幫我撰寫一個VBA的SARB程式 那我有指定一個物件 當然你這個不指定物件也可以 不過我發現用這個叫Creditable物件 應該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它的速度也比較快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可以刪掉沒關係 你可以換換看別的 但動作我覺得會比較慢 那主要是把網路上面的CSV檔案 要匯入進來 所以跟他講說 匯入CSV檔案 直接匯入到A1 那網址冒號 冒號的話 其實就是剛剛各位有看到那一串 就是後面的這一串資料 這一串呢 實際上就是我 從這個地方把它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後面來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就是把這一段敘述 直接Ctrl C 或者你可以自己打打看 然後呢 再到那個ChargeGPT的地方 直接就跟他講 直接貼上去問他 所以你們就是再把那個ChargeGPT 把它開起來 找到ChargeGPT一樣 你就找到OpenAI這個 然後Start 那我的習慣一樣 就是先登錄我的那個Google帳號 然後直接登錄的時候 用Google帳號進來 然後把這個問題傳給他 OK 就這樣子 就是跟他講說 請幫我寫一個VBA的Sub程式 那我有指定請你用這個物件 匯入CSV的檔案 那試試看 執行 那丟給他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到底懂不懂 你就會從這個敘述裡面大概知道 他說你可以使用 他說 如果你可以使用 表示他找到了 但是如果他出現說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Query Table 固件 那表示說他不知道怎麼幫你 OK 所以他如果知道的話 他就會可以使用 然後呢 他說 在VBA中匯入CSV檔案 然後並將其資料插入到A1 你說老師他不只一個A1 其實A1是左上角開頭 他會自己延伸 然後呢 底下就是以下是 範例的VBA程式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底下這個程式呢 你就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接下來應該會吧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我好像有同學也都忘記了 OK 我再講一下 開發人員怎麼叫出來 箭頭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這個地方有開發人員 這個打勾 按確定就OK了 然後呢 你就把程式貼到 記得喔 Visual Basic這邊 那裡面如果沒有模組 請你按右鍵 在 左邊空白處 或者上面這邊也可以 按右鍵插入模組 就這樣喔 接下來請你把程式貼上 Ctrl V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我看一下 程式應該這樣其實就可以跑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 他到底有沒有真的幫我完成 但是請各位特別特別小心喔 就是在 如果你看到喔 他這個敘述有沒有 叫This Workbook 所謂的Workbook 指的就工作簿啦 工作簿實際上指的 就是Excel的檔案 那這個工作簿呢 指的就是這個Excel的檔案 那後面你加的點有沒有 點的話就是他下一層的物件 那如果你看到訊詞的話 指的就是工作表 那瓜谷裡面指的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那請各位看一下喔 他這邊給1對不對 那我們目前這個應該是第幾 1 2 3 4 所以應該是4喔 所以如果1的話他就跑到這邊來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看一下 因為他 因為我沒跟他講哪一個工作表 但如果你跟他講的比較清楚 他就比較不會錯錯 OK所以呢我們可以這樣改 你可以改4 或者另外一個改法 就是直接給這個名稱 然後把它點兩下 Ctrl C 對不對喔 然後再點這個儲存格一下 再點切過來 你可以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雙引號 因為是名稱 如果假設第幾格的話呢 不用雙引號 OK 把它貼上 這樣子 就OK了 來試試看好了 我也不確定他有沒有跑正確 然後 如果假如你不確定的話 我的習慣會用那個 你如果要執行上面這邊有個執行 對不對 那如果你假設不確定喔 你可以用 增錯裡面的F8 這個所謂的F8 它就是會一行一行的幫你執行程式 比較不會看不到細節啦 我來試試看 所以這個地方執行F8 看一下 然後這個應該可以過了 所以這個是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就會直接變成一個WS的物件 用它去控制你這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網址 網址給他 接下來他幫你把什麼 把資料清空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WS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那Sales的話呢 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的儲存格 有多少就多少 後面如果加一個點Clear的話呢 那就是幫我清掉的意思 所以你執行這一行喔 你會看到後面的資料會怎麼樣 全部消失了 有沒有 所以點Clear 就是全部消失 那關鍵的話呢 就是下面這一行 它會利用Create Table這個物件 去新增一個連線 連哪裡連在網路上面 把它抓下來 可是這邊有個錯誤耶 非常明顯的 但是我就是看了很多 有的時候會正確 但是有的時候不會正確 就是這邊有一個 如果以後喔 你看到Connection 後面如果是URL的話 你乾脆直接改一下 它應該正確應該是TEXT 而不會是URL URL指的是一個網址 指的是網頁喔 所以以後喔 你們這個可能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我不確定說 它為什麼會一直出同樣的錯誤 Create Table這個地方是很容易 其他好像都還OK 所以如果假設 它有時候會正確 有時候失敗 那你就自己改喔 所以只要它URL 它只要是Connection 後面的參數 它出現的不正確 是URL的話 你自己把它改成TEXT TEXT指的是文字 因為我們是抓網路上的CSV 它是一個文字檔 那底下應該就正確了 再來的話呢 把它直接執行 下一行 底下應該OK 利用這個Create Table物件 就是去把網路的資料抓下來之後 放在A1 所以看看應該如果沒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呢 資料就下來了 抓資料是這一行 點Refresh 如果這一行過的話呢 那恭喜你 應該就成功了 它會這樣轉 它會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把結果呢 直接幫你把它顯示出來 有沒有看到 有了嗎 最後再把這個Create Table的物件 把它釋放出去 結果OK了 有沒有 所以我這從頭再把它跑一次 這樣要執行一下 有了有沒有 那 理論上我們其實沒做什麼 只有請這個ChalliB幫忙一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 因為這個語法很冗長 關鍵其實就是這個 OK 那網址就是我剛剛貼過來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這一行敘述 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十八頁的地方 好你們參觀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好 好 就知道